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郭寧麗 又到文記有話說的時間 我想大家最近都很知道 香港開始非常著重我們職業教育的發展 未來我們的都大 都會希望成為一個應用的科技大學 另外的我們明愛專上教育學院 亦都被證明成為聖邦仔閣大學 都是在推行職專教育 讓我們的年青人有多一條出路 多一條街梯 是可以完成他們大學的課程 在這方面其實我自己在看 在整個專業教育發展 是否應該更加多的時間 或者更多的宣傳 更多的措施在中學內開展 譬如我們在中學內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學校 已經在行QF課程 由老師自己去到資力架構評審局 去取得這些課程認證資格 既然在市場上有這樣的需要和需求 那些教育局或資力架構評審局 會否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令到我們一些學校 可以在不同的資力架構 即QF課程中 可以在學校幫助學生完成 令他們畢業的時候 可能已經取得Lv.3或Lv.2的資格 另外其實最近我和一班校長 上了深圳看他們的職業學校 我上去職業學校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他們有不少應用的職業技能課程 其實跟我們香港DSE的課程都很相近 那會否其實就著他們一些專業的發展 或者他們的導師 或者他們的空間 可以成為我們香港的姐妹學校 或者更多的中學 可以利用他們的環境 他們的導師 然後深化我們學生 在不同方面的技能 我覺得這方面都值得我們探討 然後提升我們現在香港中學生 職業教育的水平